通过刚才展示的效果 我们需要分析解决问题的步骤 那么就用流程图来解决问题吧 在点击开始程序后 我们首先初始化小船的位置以及造型 之后就让小船跟随我们的鼠标方向前进 和上节课很像的是 接着制作迷小船碰到墙壁失败的反应 还有成功后获胜的判定 最后就是要添加加速的白色箭头 以及旋转的水车 还有添加计时功能 这样整个程序就大功告成了